愿做清官仪式,不为后背蒙羞 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公案故事 龙图公案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 名为《嚼舌吐血》 话说,在西安府有位富翁,名叫聂崇贵 聂崇贵家业庞大,与妻子汤氏育有四个儿子 分别是大儿子克孝,二儿子克替,三子克中,以及小儿子克信 克孝主要负责家务,克替则在外经商 克中善于学习,成绩优异 他也亲自教授弟弟克信读书 两个人关系最好 因此,克信总是跟在克中左右 一年科举考试 克中不幸落榜,又染了病 卧床不起 克信每日细心照料克中 他知道三嫂书贞,容貌出众 担心哥哥病重,或因为美色伤神 于是决定将哥哥搬到书房去 让他安静养病,或许能保住他的性命 可是,三嫂书贞深爱自己的丈夫 不愿让他离开房间,坚持说 病人不可移动,而且在书房也无人照顾 他最好还是留在卧房内 我好能按时喂他吃药 克信听到三嫂这样说 认为哥哥与嫂子是真心相爱 绝非为淫欲所图,感到欣慰 亲朋好友前来探望克中的病情 都认为他是因为学习过于操劳 才伤了身体 克信却感叹说 兄长不能起身 并非因为学业辛苦 自古以来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死于妇人之手 何况是我家兄长呢 说吧 他便泪流满面 亲戚朋友们听他这么一说 都十分震惊 只能尴尬地坐了一会儿 便离去了 不久后 克中病危 嫂子书贞几乎小叔克信前来 克信看见哥哥 大怒 对嫂子说 前几天你不听我劝 不让三哥搬到书房养病 今天你又叫我来干什么 书贞无言以对 只能在一旁黯然垂泪 克信走到床前 克中泪流满面 对他说 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你要好好读书 争取考中科举 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嘱托 你嫂子真洁 还年轻 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他 说完 克中便撒手人寰了 克信见哥哥去世 悲痛不已 但还是一丝不苟地操持着哥哥的丧礼 凡是要用到的物品 更是准备齐全 克信对三嫂 也表现得十分恭敬 自从克中去世后 家中老少 都对他妻子书贞充满怜悯 七天后 家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还请来了和尚道士 为课中超度 书贞最是痛苦 他一连几天都不吃不喝 不到半个月 就变得瘦弱不堪了 直到三个月后 经过父母的安慰 家中长者 轴礼 及亲属的不断劝慰 书贞才勉强能够正常进食 容颜也逐渐恢复如常 虽然书贞不戴首饰 也不化妆 但他自然的美貌 和窈窕的身材 仍然令人心动 而且书贞为人坚守原则 他性格安静 行为光明磊落 从不做任何违反礼法的事 时间非是 课中周年祭奠的日子快到了 书贞的父亲蒋光国 安排了庄严的祭礼 他还亲自前来 悼念这位故去的女婿 蒋光国还请来了 他同族一位 在紫云冠里做道士的侄子 蒋家严 蒋家严又将他的徒弟蒋大亨 徒孙蒋实话 严华元也一并带来 为课中置办了一场盛大的法事 克信却对此并不太高兴 他对蒋光国说 感谢您对家兄 克中的深情厚意 但您这么做 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蒋光国听到克信的一番话 有些生气 便私下里对女儿书贞说 我是出于好意 前来吊咽你丈夫 可你那个小叔子 却对我如此没有礼貌 他连一场法事 都不肯给他故去的哥哥做 我看他对你这个嫂子 也一定不好 书贞也叹气着回答说 克信曾想让克中 搬一道书房去 我却要求让克中留在卧室 方便我照顾 但最后克中还是病故了 对于这件事 克信一直认为是我的错 而怨恨我 到现在都快一年了 他依然拒绝见到我 他对我的态度如此 还真不能算是个善良的人 蒋光国听到这番话 对克信更是心生不满 等到法事即将结束 追到亡灵的时候 蒋光国再次叫住书贞说 这些道士都是咱们家族中的子职 你无需避讳 可以直接到客中的灵前去祭拜 书贞本就伤心欲绝 便哭着来到了丈夫的灵前祭拜 她的悲伤之情溢于言表 道士们见到她 也都为她感到悲伤 可唯有道士严华元见到书贞 心中却想 我常听人说 书贞是个美女 现在看她穿着一身校服 尚且如此标致 如果她脸上挂着笑容 一定是绝美至极 如果能得到她的爱慕 真是件令人羡慕的事啊 等到深夜 法事圆满结束之后 几位道士都来向蒋光国拜别 蒋光国对他们说 家言、大亨和石化三人 都是我们家的亲戚 礼节不必计较太多 只有严先生是外星 我当然应该用厚礼来答谢 随后 书贞又为她准备了额外的礼金 可谁想 严华元心怀不轨 表面上表示感谢先行离开 实际上 却悄悄藏匿在高阁之上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便发出像老鼠一样的声音 书贞端着蜡烛仔细查看 严华元迅速向她碗内投放了迷药 随后 书贞务实迷药 心神迷乱 继而 拥入了严华元的怀中 同她睡在了一起 直至天亮 药性消退 书贞才意识到 自己被下药迷奸了 被玷污了明节 她心如死灰 脚舌自尽 而严华元达到其淫念目的后 悄悄逃离现场 但她却留下了书贞之前送给她的礼金 并藏于书贞怀中 作为感谢 第二天一早 婢女菊香煮好早饭 带着洗漱用的水 进入了书贞的房间 却没有发现女主人 于是她又上阁楼来寻找 竟然发现 书贞已经死在了粘乳之上 菊香大吃一惊 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克孝和克信 说 三夫人死在了阁楼上 克孝和克信 迅速来到阁楼查看 发现书贞 果然已经弃绝而死 大家都惊慌失措 赶紧叫中婢女们 抬出书贞的尸体 停放在灵柩 而在婢女们搬运的途中 那封礼金包却掉了出来 菊香在后面捡起礼金包 偷偷地藏了起来 这时 蒋光国正住在女婿的书房里 一听到女儿书贞去世的消息 立刻就说 一定是克信害死了书贞 她急忙进入后堂哭泣 既伤心又愤怒 立生对克信说 我女儿性格坚强 根本没有疾病 却在黑夜突然死去 必定是有原因的 你既然厌恶我女婿留在房里死去 又嫌弃我为女婿做法事 一定是你趁机施以恶行 强奸了我女儿 我女儿恨透了你 所以才会嚼舌吐血而死 于是 她便前往包公衙门控告克信 罔顾人伦 杀害嫂子 她在诉状上写道 按照风俗 应当先维护道德 而人生的头等大事 就是要尊重亲情人伦 按照道德要求 男女之间不可过于亲密 否则 就会衍生出不正常的行为 我家女儿嫁给了生缘聂克中为妻 可不幸 克中去世 女儿也甘心为他守节 但是聂克信却因为身藏淫欲 常规是她嫂子的容貌 而产生了淫念 那日法师完毕 她猜测到 书贞已经疲倦不堪 便突然来到内宅 将其强行监污 书贞羞愧 咬舌 邓时吐血身亡 这样的丑闻 真是让人痛恨 我蒋光国 看到女儿书贞的悲剧 无法忍受 一定要让凶手绳之以法 克信杀嫂 有理有据 希望包公 您为我申冤 治她的罪 就在此时 克信听说 蒋光国控告自己 强奸嫂子的罪行 顿时感到羞愧难当 她痛苦不堪 既悲伤又气愤 一气之下 灯时呕出了许多血 昏死了过去 克信的灵魂来到阴府 遇到了克中 跪地哭诉 克中泪流满面地对她说 导致你嫂子死于非命的 是那恶道严华源 遗留下来的证据 是一包礼金 就在婢女菊香手中 你嫂子的死因 已经被阴间的判官记录了下来 你只需拿着判官的布册 去见包公 冤情 自然就会水落石出 我也会在阴府帮助你 回到人间去吧 你一定要为书贞申冤 切记 切记 随后 克信苏醒了过来 但却发现 已经过去一天了 包公紧急居提 克信只得尽快准备诉状 申诉整件事 诉状中写道 生者突然死去 死因不明 死者突然复活 证明无愧于心 我的嫂子因被人强奸 进而寻死 却死得过于急切 没留下凶手的任何信息 嫂子的父亲 见到女儿死了 来衙门 申冤 虽然理应如此 但她没有认真查找确认 却固执地将无罪的人 认定为凶手 我将哥哥视为老师 将嫂子视为母亲 虽然我在生活上 与她有嫌隙 但却严格按照礼节 对待她 丝毫不敢亵渎 哪里敢有淫邪的想法 伤害嫂子的 是一个叫严华元的道士 嫂子的父亲 没有认真查访 就凭空诬陷我 这不就是让坏人逍遥法外 无辜的人蒙受冤屈吗 我实在是不甘心 代替坏人受到惩罚 却无法替死去的人申冤 包公也认真看了客信的诉状 并传唤原告蒋光国 前来与客信对质 蒋光国说 我的女婿生病的时候 客信让她到书房去养病 但我女儿拒绝 留她在内宅方便照顾 后来女婿病故 客信就埋怨我女儿 认为都是她的错 一定是客信侮辱了我的女儿 让她蒙羞寻死 以此来泄愤 客信说 犯下罪行 导致嫂子自杀的罪人 是那个叫严华元的道士 蒋光国却说 那严道士仅在家中 做了一天的法事 怎么可能就起了银邪之心 到我女儿的屋子 还逼着她上了阁楼 并且我当时还亲眼见到 她在法事完毕后 与其他道士一同离开了 许多仆人也见到了 你这些说辞 都是凭空捏造的 包公问道 那天来的道人不止一个 为什么你指出是严道士 有什么凭证吗 客信哭着说 前天 蒋光国诬告我的时候 我听说了此事 过于气愤 就趴在哥哥的排位前痛哭 随后吐血 晕死了过去 后来 我的灵魂到了阴间 见到哥哥 向他哭诉 哥哥安慰我 并告诉我说是严道士 杀死了嫂子 他还遗落下了一包礼金 礼金包现在在婢女局箱那里 那就是证据 嫂子的死因也登记在阴间判官的布册上 还请包公您再次查证 包公一听 怒道 你这都是什么鬼话 竟敢对我胡言乱语 随即 他就命牙医 打了客信三十板子 客信继续哭诉说 我死去的哥哥也会来帮助我 我怎么敢说假话 包公大声训斥说 你哥哥既然能来帮助你 那他一定会来报复我 就在这时 包公忽然感到极度困倦 便在宫堂上睡着了 他在梦中梦到了聂客中 客中哭着说 我知道您素来断案如神 为什么今天却断错了案 强奸我妻子的人 就是那个严道士 我弟弟是无辜的 请您尽快去找到婢女局箱 他那里还留有证据 礼金包原本曾是考官 送给我们这些考生的 我妻子就拿他来赏赐给严道人 这件事在家里的帐簿中 也有记录 上面还有相关字迹 请您尽快查证 惩罚严道人 释放我弟弟客信 此时包公突然惊醒 暗自感叹说 果然是这样 鬼神都来向我诉说冤情了 于是他就对客信说 你的话看来不假 你的哥哥已在梦中将一切告诉了我 我一定会为你申冤的 随即 他命牙役立即捉拿婢女局箱 果然在他房内搜到了那封礼金包 包公审问菊香说 你房内的礼金包从何处得来 菊香说 那天从主人身上掉下来的 当时大家正抬着他下楼 我在他们身后捡到的 包公又命人带着菊香到书贞的房内查找账簿 果然发现账簿上明确的记录 礼金包曾送给了道人严华园 而笔记正是书贞 有理有据 包公立刻拆遣衙役 缉拿严华园 没想到 那道人刚来到公堂 稍一用刑 就立刻招供 并表示甘心领罪 整件事与客信无关 包公最终下了判决 判决书写道 炎华园的罪行已被揭露 他胡乱涉足悬门 心迷欲望之海 贪图红颜之娇艳 炎华园领了赏赐后 迫不及待地返回 嘴里却阵阵有词 说要回到庙里 他还登上了书贞的床榻 行为卑贱不堪 他利用毒药 弥坚了书贞 背离了作为道士应有的德行 他违背了他所信仰的神明的道德准则 所犯下的罪孽 却逃脱不了惩罚 书贞含冤而死 课中托梦于我 在阳间帮他的妻子申冤 而那封礼金包就是最好的证据 上面的字迹 足以查到真正的凶手 道家的神明 不容许他的信徒沉溺于美色 而法律更不能容许 像罪犯阎华园这样的人逍遥法外 按照法律 阎华园罪名成立 应当处以斩首之刑 而克信遭受冤屈 也应按照法律将他释放 蒋光国的行为偏激 导致诬告 一旦定案 蒙冤者必是死罪 因此他也要受到相应刑罚的惩处 好 今天的公案故事 嚼舌吐血 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并订阅吧 也请您多多评论及分享 我们下期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